多重的邏輯跟這邊是一樣的 按下它,它會自動幫我把多重的部分輸出 這個是用VBA的方式來做的 做法上,其實這個乘機多重跟乘機 其實很多地方是相同的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其實它也是有部分是一樣的 哪部分呢?其實這個判斷式是一樣的 只是後面它多了這一串 其實VBA裡面的邏輯也是相同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乘機多重怎麼做 一樣,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我們在這邊的話,剛剛是撰寫了這個跟這個 在模組裡面,就是插入程序 應該還記得了 然後呢,先撰寫了一個乘機多重 其實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再重新再 假設我做法先寫完乘機之後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乘機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因為Sub的名稱 在模組裡面不能有重複的 所以你把這個乘機 改成叫什麼? 乘機叫乘機多重 OK,所以這邊的話我打一個多重 OK,但是它多重的判斷是 第一個,其實從上面而來的 第二個的話呢,底下的東西 跟我們要的多重 其實不一樣 就是會有哪... 比如說合格變成要是A OK,所以我需要改哪些? 第一個,先把大於等於60 改成大於等於80 然後這邊改成A 但是你還有B,C,D 那其實我們如果說要有其他的 以後如果要多重判斷的話 可能你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IFL只有兩重 只有兩種 那如果說你有第三 要第三種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地方 IF的這兩行 把它Ctrl-C Ctrl-C之後呢 把它Enter一下 然後把它Back到最前面去貼上 貼上之後呢 請你把這邊改成70 這邊改成B OK,不過還有一個地方要改喔 就是說IF 不能有兩個 就是說你的頭只有一個 第二個的話 記得就是說要把它 在這個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Ls 它叫做ELSIF 就對了 第二個就對了 OK 所以如果以後這個 假設有點像是 以前在寫什麼論說文的時候吧 就是會有什麼首先 就一幅 這個是其次 那後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只是跟 這個前面的一幅不一樣 就是多一個ELS 其他都一樣喔 應該可以了解吧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再來第三個是C的話 你就再把這個一幅怎麼樣 再Ctrl-C Enter Back到前面去 貼上 反正以後 只要是之後的啦 你就一直在這樣貼就對了 只有第一次貼的時候 前面需要加一個ELS 後面的都是ELSIF 反正就一直ELSIF 一直ELSIF下去就對了 管它有幾重判斷 所以以後呢 你要有多少個那個判斷式 都有你自己決定 所以你可以做出很複雜的判斷都沒問題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工廠的那個篩選器嘛 反正它就像說那個什麼柳丁大中小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 為什麼一個箱子裡面 它整整齊齊 哪一種等級的貨 它就會剛剛好 因為它有每個不一樣的篩選器 它可以看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可能它的那個直徑多少 那相同直徑就會跑到它應該放的位置去 所以這個也是類似 有點像是那個篩選器 進來 我如果判斷 假如說是大於等於80的話 就A 所以它這個地方第一個一定是IF 第二個的話呢 它就是在IF前面加一個ELSIF 其他的結構都一樣 只是把這個數字改一下 那再來第三個 第四個的話呢 應該不用啦 反正ELS 不用在ELSIF 其他的剩下的就是什麼 這地方就把它改成D就好了 好 改完了 所以其實你說那個 如果你會那個剛剛的 那下面的應該你就會了啦 雖然你如果直接教你多重的 你可能就會昏倒了 就是太複雜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先從上面 做完再做下面 我想你應該就比較清楚 原來其實未來如果你要撰寫那個 比較複雜的程式 其實也許你可以分兩階段 反正你把上面階段做完 再做下個階段 我想你就會比較 能夠輕易的把它做出來 做熟了之後的話 反正再複雜的東西你都可以做出來 所以程式說真的啦 有的時候你看到人家為什麼寫這麼複雜的程式 它絕對不是一下就是一個階段就把它做出來的 通常都是它是把它拆解再拆解再拆解 拆解到很細微的一個Session 一個部分 然後呢再慢慢把它拼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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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的 所以其實任何的自動化 你不要看出它為什麼這麼複雜 其實它中間都是有一個部分一個部分一個部分慢慢去做 再全部再把它拼湊起來 所以絕對不是一天兩天做出來的 反正就慢慢做嘛 那我只要知道我該做什麼 我把那些功能給做出來 慢慢再拼湊起來 其實在複雜的程式都絕對有辦法寫出來 當然我們不用說打高空 你看那個東西我可以一下子就馬上做出來 其實也沒有必要 因為即便趕工 像現在很多都是趕工做出來的 其實或者是趕出來的其實都不是 就是說將來還是會有問題 你盡量就是慢慢去理解它 以後你回頭看你會比較紮實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理解 而且自己要把它寫出來也沒有問題 好那這裡的話呢 在我們第一個就是多重邏輯 做完之後輸出並且再增加一個按鈕 就完成了 清除 OK 那這個是成績合格不合格 那底下我多補充了就是說 因為工作裡面除了輸出這個資料之外 還有可能會除了輸出資料之外 還會輸出它的顏色 那顏色裡面可能包含我們常用的 我這邊只是舉一個常用的 像什麼 字的顏色 字的底色 框線顏色 框線 OK 如果我可以把它框框 另外其他的還有什麼 字的大小 字型 出體 斜體 反正就這些東西啦 那怎麼做 大概就舉 比較常用的大概 沒有其他有些沒講到 不過做法上都一樣 我大概舉這個 總共會有四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完成的結果類似這樣 成績多重加顏色 這裡面有什麼變化呢 A很簡單 加了一個什麼 藍色 就是把它變藍色就對了 B的話呢 加個什麼 黃色的底色 OK 就加底色 C的話加什麼 C是加一個框線 而且這個框線的話 是外框線 這它的外框 就等於四個外框線 然後顏色的話 就是紅色的 紅色的 我這邊是加一個紅色的外框線 D的話呢 紅色 再加出體 所以會有這幾種 當然其他如果沒講到的啦 它的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那你當然也可以找到答案 那這怎麼做 另外可以加上去之外 也可以清除 不過清除的話 不是說直接按這個清除 你看這個清除 這個有清除 但是格式沒清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呢 還牽涉到 如何加上這個格式 也要知道怎麼樣把這個格式給移除掉 否則的話 你加了之後 要把它移除 糟糕 只有移除到這個 那所以這邊怎麼移除掉 有沒有清除 恢復原來的狀態了 加上去清除 OK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兩個按鈕 該如何做 請各位先把這一個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然後 好